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欧勋韩的频道 大家好 我是可睡姐 大家好 我是马琳哥 马琳哥 毛巾呢要结局了 你会感到空虚吗 因为我们的嘴巴很累了 我们只想要快点结局 就其实它在开始是很好 可是赶快完结吧 而且也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 就是悬疑侦察剧给我们看 所以我觉得不会恐虚啦 这样我们现在就来为 喜欢看侦察剧的观众朋友们 来盘点看看说 还有哪一些剧 我们现在其实可以去重看 因为这些剧 我觉得重看都还是很好看 对 这样我这种私心推荐呢 我一定是推荐Kairos 它这部其实真的不旧嘛 因为才去年的戏嘛 而且它是走就是有一点穿越时空 就是平行时空 然后你主角相隔一个月 就是打电话 然后互相一起帮忙去解决那些事情啊 最主要是因为我觉得 它的bug没有太大 没有太明显 所以我觉得整个故事是蛮合理的 然后而且很新奇啊 就不会觉得说蛤 你到后面那个洞越啊 越大了又越大了 就是完全填不下去 所以它真的是 自己会开的洞自己会补啊 对 那你该讲到就是穿越时空来查案 就一定要讲到这一步咯 Signal Signal就是我相信很多人都看过了 它就是也一样 就是穿越时空来查案 只是那个时间比较长 是30年嘛 应该20多年 20多年吧 对 就对我们来讲这种 这种题材是永远不会烂的 这种题材永远都会很好看的 但是我们有时候很怕 就是因为开头很好 然后结尾烂 但是Signal Signal也是结尾很好的 虽然现在大家一直都在敲碗想要看Signal 2 但其实我还是有点担心 如果Signal 2真的是开拍的话 可能那个效果就会打 就是就会打破了第一集的美好 所以可能大家就是看到这里就好了 第三部这个我要讲的呢 可能大家会有点陌生 因为它不算是很出名啦 我觉得啦 它是2017年的Missing Night 嘿我知道了 因为《燦烈》有 你有看吗 有没有 没有 我真的是 我看到《燦烈》零变当歌 我就太生气了 然后我就没有看了 因为当时来讲呢 我觉得它整个的故事手法 跟那个拍摄手法是一个取次 因为它用倒序法 因为它是讲一群人就是坐飞机 然后失事嘛 一群人就好几个人 在荒岛上 流诺荒岛 然后它的故事是一开始就是 可能生患者的就是证词 但因为里面有人死了 因为你就去猜 到底是谁杀了谁 所以它里面会走 就是比较一些人性的丑恶 就是你要去猜 才去杀人 或者为了生存的说谎 对 所以我当时候看我就觉得 还对这部剧是蛮有印象的 所以我会推荐这部剧给喜欢看 选一剧的朋友 艾莉就不用看了 里面又可以看很多帅哥 又可以看《燦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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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燦烈》应该是第九集吧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不要记透这样子的 我看他已经给你记透了 艾莉蒙哥到第九集就好了 只要讲悬疑剧都会提到他的 Voice 第四季都要来了 第四季都要来了 对不对 但我现在就讲第一季 因为第一季真的真的真的很好看 就是第一季是经典的 对 它真的很经典 而且我觉得Voice 算是打开了这个血腥剧 算是血腥剧 就是它的那个程度是很大的 我到现在我印象很深刻 那个奶奶十字架 挂在那个厨里的那个画面 感觉很痛 Voice 1已经是太经典了 所以第二跟第三 本来还有一点期望 可是看了的时候 就好像有一点那个 感觉不对 因为对我来说啦 演员不一样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 我觉得有一点不联系 他就一直讲张鹤在国外 张鹤在国外 张鹤在国外 然后就一直 新的人 新的男主进来 如果我的话 应该就只会 应该会重温Voice 1啦 我也是只会重温Voice 1 因为有Moteku 那个应该是最帅的杀人 杀人魔 他在里面真的是很可恶 他就是个变态 可是大家都会觉得 好帅喔 所谓就是人家讲 就是什么 不怕反派坏 只怕反派帅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 可能他不是有很多血腥画面 还是什么 他就是可能走比较 就是少脑的 就是可能像是 李准基的二字画 李准基其实是一个 早期是被关上就是 其实他是杀人犯 但是他隐姓埋名啦 就是跟女主角结了婚 然后过后就是 真凶回来了 然后因为一开始 我们大家真的 都觉得他就是杀人犯 然后过后慢慢才 反转回来这样子的啦 然后好像还有被告人也是这样 被告人呢 他一开始就被判罪 他一开始就入狱了嘛 对 就说他就是那个凶手 但其实就是 你要看他在监狱里面 他要如何去翻盘 就是大家都觉得他 就所有证据都已经讲 他是个凶手了 然后他后面就是 一直在录回他的记忆 他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 就一级一级的这样子去翻盘 就是你看到 啊啊啊啊啊啊啊 怎么那个 这样生气的 怎么那个这样坏的 因为感觉就是 里面全部就是坏人 对 他只能相信的 只有律师一个人 还有一部就是 前阵子也刚刚完结的 怪物 怪物也是蛮烧脑的 因为 怪物我觉得是主要 他又是一个大前辈 就是男主嘛 孙何俊 就是在里面振作 然后他的演技真的是 很好 他有一幕就是那个笑容 哇 让我不懂 他这个笑容到底是 他是坏人还是好人 他也很像二子华 对 就是一开始就大家都在传闻说 他就是那个上男凶手 他就是那个上男凶手 对 所以他过后就是要慢慢去 到底他是不是 到底是不是 然后他凶手 其实就是围绕在他身边的一群人里 有时候我们看这种侦察剧的 那个 乐趣就是在这里 我会想 这个不是 一定是他旁边某一个人 就那个看起来最不像凶手的 应该就是他 这样各位就是 这么多韩剧 侦察剧里面 你最喜欢哪一部 然后哪一部你想要推荐的呢 我们可以一起来 重看重看的 那么我们就来看看 这星期有什么 铁巴沙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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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CT Dream刚刚以第一张正规专辑回归 成绩就非常亮眼 只是预售就已经写下了百万销量的成绩 除了刷新自身记录 也称为NCT首支预售量破百万张的分队 重点是 这次是时隔三年以七人制回归 本来Mark在2018年已经毕业 但2020年宣布取消毕业制度 所以Mark回归梦对 恢复七人活动 期待以后更不一样的梦对 最近SM公开EXO的新logo 正式宣布EXO将会在6月7号发行特别专辑 Don't Fight The Feeling 这也是时隔一年半的新专辑 而视讯在官宣前一天也特地开直播和爱丽聊天 也代替了刚入伍的参列和波仙向粉丝报平安 表示两人的过得很好 不过视讯在直播的时候却一直收到私生犯的来电 他无奈地表示一天大概有100通 他是故意不换号码的 因为换了号码还是会有电话来 唉求求私生做个人吧 第57届百想艺术大赏完美落幕 电视剧怪物成了电视部门的最大赢家 夺走了作品奖、剧本奖和男子最优秀演技奖 入围男子最优秀演技奖的候选人竞争强烈 最后是由出道23年的申和俊夺走 这也是他第一次获得了百想艺术大赏 真的是实至名归啊 演技真的无可挑剔 他也特别点名怪物的另一位男主角 吕珍九表示他是最棒的伙伴 感谢收看我们下次见 记得按赞、分享和订阅哦 안녕